这个猪肚它有很好的补育脾胃的这种作用 这是这个菜我们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去做的时候 就是一个是沙仁 在这里取的就是开胃醒皮和去腥 那么这样一种作用 还用了一个叫做胡椒 刚才我们介绍的 胡椒猪肚 这也是一道名菜 胡椒猪肚和沙仁猪肚 那么加起来 还加了一个就是橘皮 橘皮 清新的橘皮 那么在这里取橘皮的 它的这种就是芳香的味道 另外它也有锂气的作用 那么这个是味道不错的 是橘皮 新鲜的而不是橙皮是吧 对 新鲜的橘皮 它的这个就是橘皮的味道更浓郁 比那个橙皮要浓郁些 还有一个当然用了胡椒 好像里边还用了山药 对 山药它具有健脾的作用 另外有滋肾 还有一个山药它是含淀粉比较多 所以那个汤呢 看起来就是那种比较滑爽的 浓汤的感觉 对 就这种比较好 就比那个单纯用淀粉药好很多 所以我就选用了山药 做的时候要注意 一个是去腥 这个去腥啊 您说的特别好 我们的膝尾 就是因为去腥的这个环节 没有通关 所以说呢 从此退出了厨台 是这样吗 西伟 只是退出了这道菜 没有最初厨台 你那个做的是猪肚鸡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 就是那个猪肚我有认真的去处理 但是熬出来的那个汤 闻起来就很腥 对 因为本身我比较瘦 人家说就是吃什么补什么 我觉得我的胃不好 所以我就特别爱吃 这个肚 那个肚 这个真的 这些东西 然后那个猪肚 我是真的是一直很喜欢吃 但是回家里后 我也认真洗了 我也拿醋泡了 然后我也是按照那个步骤炖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行 就是你别着急 我心里始终都有你 这个兴的问题 钱老师在家里边 教了我一些妙招 那你快告诉我呀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吧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相信吃猪肚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猪肚的这个处理 太麻烦了 你比如说现在我这个距离 我就能够闻到 这个猪肚的有一股腥味 而且猪肚它这个勾勾折折的 这里边怎么给它清洗干净啊 别着急 我有三个小妙招 真的吗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太好了 我们赶紧跟钱老师 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好 我们首先把这个猪肚进行清洗 这些脏东西 我们能看见的 尽量地把通过我们的这种 揉啊捏呀 给它去掉 清洗以后呢 剪开它 整个的就是暴露出来 这样的话都能洗到 接下来把水沥干净 妙招来了 嗯 第一个妙招就要开始了 面粉倒上来 这个淀粉倒进去以后揉 捏 抓 这样的通过吸附作用的 把这些脏东西去掉 本来是白的 它慢慢就会变颜色 对 这个过程呢 大约需要10到15分钟 这个过程弄完以后要清洗 我现在觉得好像就是随着这个清洗的这个过程啊 它那个腥的那个味道淡了一些 嗯 风轻了 然后就开始第二道 第二个小妙招是用料酒来浸泡 三到五分钟 来 料酒 然后呢再来搓揉五到十分钟 主要是去掉它的腥味 也把这些料酒的方向味道 给它吃进这个猪肚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 现在就是肉的那个肉粉色了 就不像刚才 那种 发白的那种 对 而且味道在逐渐地深入这个里面去 对 现在猪肚的腥味基本上已经闻不到了 接下来就是清洗 也是到水清了为止 第三个妙招 用姜丝来充分地揉捏 使这个姜丝的香味 把它浸到猪肚里面 一个是提香 一个是去腥 揉了以后要把它去掉 要去掉 对 最后要冲洗干净 接下来钱老师 我们该怎么办呢 用水焯 凉水下锅 凉水下锅 好嘞 我们把猪肚凉水下锅 先下新鲜的橘子皮和生姜 这个杀人咱们要放几颗呀 放了四颗 四颗 它有什么角度吗 砸一下 这样把它按一下 到溺出了 哇 很好 现在这个里边 一点那个猪肚的那个腥味都没有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 对腥味特别敏感的人 我觉得这里边 现在真的就是香味 要放上白胡椒粉 一到两克 山药 对 山药是个好东西 好 搅拌一下 我看这是枸杞 这个就是要起锅之前了 再把枸杞放进去 泡的汤一块儿放进去 这样一个猪肚汤 非常的好 学会了 就这样就完了吗 我当然给大家带了呀 就是嘛 我多讲朋友义气的一个 仗义啊 嗯 很香的那个 橘皮的那个香味 很香 清姐 您觉得那个 我们处理的猪肚腥吗 一点都不腥 是不是 嗯 非常的清香 它那个汤完全是清香味 非常好喝 哎 王爷 嗯 这跟你平常吃的这个 家乡的这种猪肚啊 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还真是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那个汤 感觉会更清香一些 嗯 为什么 有橘皮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这个橘皮不是那种 陈皮的味道 它是特别新鲜的那种 那种那种柑橘类的 那种水果的香味 VC的清香是吧 嗯 所以那个猪肚就显得 特别的不腻 嗯 别说有味了 我觉得都都不有 西伟 你在窃喜什么呢 哎呀 陶醉了 就是 陶醉 闻起来就是那种 淡淡的果香 还有一点点胡椒的鲜辣 哎 有你说的那种腥味吗 完全没有 而且这个汤喝起来是甜的 嗯 是清甜的 嗯 然后这个猪肚吃起来是QQ弹弹 一点腥味都没有 超级香 嗯 非常好吃 太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 哇 你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给我留一份呢 来来来 这你们吃的都很专注 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真的 没有一份是给我的 好 杀仁我看到您放了好几颗 这么大一锅汤 我是不是可以多放一点 可以适当地 根据口味的这种需求 可以酌情地多放一点 嗯 那长期吃也没有什么 不好的这个问题 是吧 一般除非是不适合吃内脏的 嗯 例外 那么比如说一周吃一两次 嗯 可以的 那么如果很多朋友 他不适合吃这个动物内脏 对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换成 包鸡肉汤啊 或者包一点牛肉啊这些 可以 也可以的 鸡肉牛肉和那个排骨都可以 另外呢 稀微讲到了淡淡的甜味 嗯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 放的这个佐料里边 还有一味就是枸杞 嗯 对对 枸杞呢 因为在我们放的调料里边 都是温的 嗯 比如说沙仁啊 嗯 这个胡椒呀 生姜啊 这种温热的制品 然后呢 再加一少许的这个枸杞 它是滋阴的 嗯 而且淡淡的甜味 对于调味和缓解这种温造呢 具有帮助的 当然 你看 包鸡汤的时候 加点枸杞 那个味道立马不一样了 没错 那您刚才这锅汤啊 是说这个沙仁在一开锅的时候就放进去吗 还是说刚开始炖的时候就放进去 说得很好 这个呢 一般炖肉 就是把这个沙仁跟这个炖的东西一起放进去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使得这个沙仁的味道逐渐地释放在汤里边 在这个肉或者是这个猪肚里边 嗯 但是我在用药的时候呢 会后放 专门写一个后下 嗯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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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